我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报道提到 美国政府高层称 调查本不是目的 推动调查本身就有意义 如果报道属实 这就是美方蓄意搞有罪推定的自贡状 美方在意的并不是事实和真相 而是如何消耗和抹黑中方 美方搞政治操弄的险恶用心 不是昭然若揭吗 美方向重演用一小瓶洗粉 搞栽赃陷害的救戏码 这蒙骗不了世人 倒是让人越来越怀疑 美方处心积虑 不择手段的抹黑中方 是不是想转移国际社会 对德宝等美方生物实验室的 种种疑点劣迹的关注 美方到底在掩盖什么 除了美方一直三间齐口的德宝 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以各种名义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 美国实验室所在地 往往是鼠疫 探居 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疾病多发地区 据美国媒体报道 2019年 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 将新冠病毒带到欧洲 当年8月进入意大利 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 成为最早受害者 美方对这些事情 又作何解释 中方始终支持 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 已经两次邀请世卫组织来华合作研究 并得出科学权威结论 为下阶段全球溯源奠定了基础 我们坚决反对的是政治溯源 无论美方如何费尽心思 抹黑 栽赃 都无法消除国际社会 对美国遍布世界的生物实验室的疑虑 如果美方心里没鬼 就应该坦坦荡荡 邀请世卫组织 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 特别是调查德宝 北卡罗莱纳大学 这才是一个真正关心 全球溯源的国家 应有的诚意和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